在整个世界范围内 大大小小的宗教数不胜数 据不完全统计 当今世界共有一万多个宗教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而要说能在世界范围内引起注意的 却是寥寥无几 就比如当今的世界三大宗教 他们拥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和严谨的教义 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沉淀 以传教的方式 使自己的教义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可大家知道吗 除了当今的世界三大宗教 曾经在广袤的亚欧大陆上 还存在过一个世界性宗教 但说起它的本名却显有人知 不过在中国它的别名却很是熟悉 甚至可以用家喻户晓来形容 那么它究竟是谁呢 又为何是曾经存在呢 武侠小说里的魔教当真存在吗 说起金庸老先生 在中国武侠小说界里 是不可逾越的一座高峰 它的《倚天屠龙记》 作为射雕三部曲的最后一部 也被奉为经典 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 值得一提的是 故事的主人公张无尽 有一个特殊的身份 明教教主 而这里的明教 便是由中东地区传入我国的 魔尼教 那么历史上的明教到底如何 是否真如小说中所写的那般 被称为魔教呢 历史上的魔尼教 是由巴比伦兴起而来 相传 它的创始人魔尼 因父母的原因 从小便在基督教的一个分支 厄勒科赛派中长大 慢慢地了解 并学会了许多宗教知识 但是 他对于自己所生活的环境 却并不是很满意 面对枯燥的教义 和繁琐的礼节 魔尼很难接受 于是 他时常自称 自己会受到天使的召唤和启示 到了24岁的时候 更是收到了神谕 据说 魔尼就是在这次启示中 顿悟出了魔尼教最初的教义 在收到神谕后 魔尼便与厄勒科赛派决裂 开始创立魔尼教 但在创教之初 魔尼教的发展并不是很好 仅仅只有两个教徒的魔尼 为了能让更多的人 知道自己的思想 开始四处奔走 他先后去过印度 罗马 波斯等地 过着风餐露宿的生活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 魔尼的辛苦得到了回报 几年间教徒便有了数千人 在魔尼教渐渐发展起来后 魔尼便派出使者 到世界各地前去传教 进一步壮大了魔尼教的规模 只可惜 在公元276年 贝拉斐国王 瓦赫兰一世 并不希望有这样的一个宗教 继续发展壮大 于是便传唤魔尼前来觐见 最后将其逮捕 魔尼就这样在狱中 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不过 魔尼教却并没有因魔尼的趣事 而土崩瓦解 相反 却以其顽强的生命力继续发展 并在公元694年传入我国 但在唐玄宗执政期间 被列为禁教 严禁中国人参与 这个状态一直延续至元朝末期 正如以天屠龙记中所写的那般 由于元朝末期 社会动荡不安 统治者无法分心干预宗教事务 这才让魔尼教有了大规模的发展 只不过 那个时候 魔尼教已经改名为明教了 此后 魔尼教与弥勒教 白连教等教派融合 形成一体 并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后来的红金军起义 由此便能看出 魔尼教在我国的影响颇为广泛 只是后来国家一统 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 再次禁止其发展 尤其是已经更名为明教的魔尼教 与明朝的国号相冲 朱元璋又怎会让这样的禁教得以发展 于是采取了一系列手段 阻止其继续壮大 在被迫更名改信后 史书上便很少有关于他的记载了 曾经的世界性宗教 也不知不觉被人们所淡忘 从我国历史的角度看 魔尼教作为世界性宗教 它的发展虽然艰难 但还是在我国存在了几百年 那又为何会不声不响地消失呢 首先从它的教义来看 魔尼教的教义可以概括为 二元三纪论 其中二元指的是善与恶 三纪指的是过去现在和未来 它劝导人崇尚光明 呼吁人们推翻黑暗 建立光明王国 这对于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 劳苦大众来说 无疑于是精神上的一种寄托 同时 这也是魔尼教 在我国得以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 但也正因如此 统治者绝对不会允许 有这样的宗教团体 来影响自己的政权 所以 魔尼教的出发点是好的 可是 却并不适合在中国古代 这样的封建王朝发展 等待他的只有无休止的禁令和铁条 其次 从群众基础上看 魔尼教的信徒 多是普通老百姓和一些身份地位较低的人 这些人 向往魔尼教所倡导的光明王国 是因为他们自己生活在黑暗里 有些人甚至果腹都是问题 又谈何宣扬宗教呢 因此 魔尼教的群众基础看似深厚 其实更像是无本之水 无根之木 最后的一个原因 便是到了明清时期 中央集权达到顶峰 统治者在思想控制方面格外重视 在民间多说一句话 都有可能被吓到牢里 更别提四处宣扬光明王国的美好了 这是在我国 而在世界其他地区 魔尼教的发展也是相当艰辛 甚至还没有在我国的发展好 因为在西方国家 以基督教为首的教会 对人的思想控制是极其深刻的 如中世纪的天主教 在一定程度上 甚至比国王元首的权力还要大 所以在那样的一个思想固化的时代 魔尼教作为异端 只会迎来其他基督教派的打压 并且据史料记载 在西方以及非洲某些国家 也确实出现过基督教与魔尼教的冲突事件 因此 即使魔尼教有很强大的生命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 也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 等来的要么是被基督教派击出现 要么便是像在我国的处境一般 慢慢消失 可以说 魔尼教兴在教义 但同时也亡在教义 也可以换句话说是 生不逢时 他所倡导的美好 并不能像佛教那样赢得统治者的支持 所以只能慢慢地消失在历史中 纵观魔尼教的发展历程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一个宗教要想长久地发展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便是要遵循国家的意志 要服务于社会 切合统治者的思想观念 因此 即使魔尼教的教义 是倡导人们向往光明世界 但没能得到封建统治者的支持 最终也只会化作流沙 渐渐流失 而如今 我们生活在科技发达的时代 对于宗教传说 以及神话故事 也仅仅是作为 茶余饭后闲聊的画本 但在面对宗教问题上 还是要时刻保持清醒 做好自己 才是最好的信仰 接下来说 白连教到底是一个什么宗教 为何对抗了三个王朝的皇帝 在中国古代宗教历史中 白连教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 不得不说 白连教的生命力堪称顽强 从唐朝末期开始 白连教就已经开始活动 历经宋朝 元朝 明朝和清朝 直到抗战时期 仍有白连教的余孽在活动 这个宗教存在了一千多年 比任何一个王朝的寿命都高 那么白连教到底是一个什么宗教 为何能够对抗了好几个王朝呢 认真的说 白连教是佛教的分支 所以说 白连教的很多教义 与佛教很相似 白连教信奉的是弥勒佛 佛教直到现在 都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当年的白连教那么强悍也就不奇怪了 因为白连教的教义具有很大的普世性 白连教是唐朝末期才出现的宗教 起初力量很小 在宋朝时期 白连教已经出城规模 但还不敢与朝廷对抗 但是在元朝统治期间 由于统治十分的野蛮和残暴 白连教趁机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 一旦王朝进入末期 总会出现农民起义 而农民起义都离不开各种迷信活动 这是当时的背景决定的 最初的大泽香起义 陈胜吾广利用鬼火和诅咒 到了汉朝的黄金起义中 张教则是利用的太平道 在此之后 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中 领导者都会利用宗教进行忽悠 请大家联想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 这一点不得不服 在元朝统治的末期 白连教在中原地区发动了起义 但最终被元朝军队成功镇压 接下来 白连教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白连教一次次起义 然后被一次次镇压 再一次次休养生息 进入明朝统治的后期 白连教发动了好几次中等规模的起义 但都被明朝成功镇压 由于白连教屡屡造反 明朝已经把白连教列为重点打击对象 从此以后 白连教转入了地下活动 清朝入关以后 由于一心对付天敌会等反清组织 对白连教的打击有所放松 因此白连教又一次起死回生 而且影响力更大 在清朝乾隆皇帝在位的后期 出现了土地兼并严重 官吏 贪污腐败等诸多问题 在乾隆盛世的虚幻之下 一场大规模农民起义即将爆发 在乾隆皇帝在位的最后一年 爆发了波及巴赫省的白连教大起义 为了镇压这次起义 清朝元旗大商 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镇压了这次起义 不得不说 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 白连教确实具有一定的渲染能力 因为文盲率很高 经过这次起义之后 大规模的白连教组织已经被打垮 但小规模的组织仍然存在 在抗战时期 白连教的一些分支仍然存在 日本军队感觉这有利于自己的统治 暗中支持白连教等组织 因此 在北方地区 白连教仍有不小的影响力 白连教一方面是日本军队敛财的工具 另一方面秘密监视各村的活动 在当时白连教等组织确实给游击队 造成了很多困难 因此到了胜利之后 这些组织被又一次镇压 当然 这些组织都是旧时代的产物 放在一个文化程度普遍偏高的时代 那些忽悠人的套路根本就行不透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